問題來了 如果我們教室現在每個桌上都放一顆燈泡 然後我站在這邊看 我可不可以說哪一顆亮就是發光牆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顆牆 我要是要控制變異 控制哪一個變異 距離 距離就可以知道光度 換句話說我們要把它擺在一起 所以科學家現在看到亮的暗的 沒辦法直接判讀誰是發光牆的 怎麼辦 把它想像是擺在一起 那這個是想像的 所以它有做了一個規定 它的規定是這樣做的 做的好了 硬會跑掉 好請各位看一下課本 翻到絕對新的 課本26頁 翻到課本26頁 這個科學家創造一個名詞叫做絕對新的 就是代表它發光強度 發光強度一般我們簡稱為光度 注意喔跟亮度差一個字都不一樣喔 光度是真正的發光能力 然後用絕對星等表示 然後它必須要控制距離變音 所以它把它放在裡我們32.6光年 誰會無聊去定這個數字 32.6 科學家 科學家 不是 科學家不是永遠的定 它是用秒差距定的 秒差距是一種距離單位 合不合過光年 有 光年是時間還是距離單位 距離 距離 有多遠 這麼遠 光好一年的距離 大概十的十三次方公里那麼遠 不要背良 不要背良好 那都是我物小金背景 你把馬鈴鐺用來弄懂它比較重要 原始定義是用秒差距這個距離單位 那因為一秒差距大約是3.26光年 所以科學家為了方便你用那個單位 所以就用32.6光年 否則是你定義你也不會定義怪數字嘛 32.6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們說十定位是十定位 二幾位就二定位嘛 因為它是配合我們熟識的單位 如此而已 原始設定是十秒差距 一秒差距就相當於3.26光年 就像你講的 10寸幾公分 2.54公分 那我們不太說 我們覺得這個能夠高 一米八十對不對 一公尺八十公分 或180公分 那我們如果看美國 他們打籃球 打什麼球都好 那來講那個距離 身高 是不是都用他們自己的定義單位 那我們都用公式單位嘛 那可以換算了 這個也是一樣 秒差距也是距離單位 怎麼算 但是你先記起來 它有定義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它的意思是這樣 來 請看圖 請看圖 這是圖2-7 這裡上面有三顆星 太陽 天狼星跟美石星 請各位看著這個圖回答我問題 這三顆哪一顆 看起來最亮 看起來就是亮度 那就是看世星等 數字最小的是太陽 -26.8 我這邊是照別加版本的 你把它改成-26.8 OK 我不會建議那個 就大約 然後再看 原本來說26.78等 好 看這邊 看這裡 那哪一顆最暗 北極星才二等 是不是比他們多暗 請問 可不可以用它判斷 太陽最 發光最強 不行 因為你要講誰發光強 要把它擺在一起比 距離要控制 所以它把這個距離變一 就把它控制 像北極星離我們400多光年 就把它拉到這裡來 拉到哪裡 放在一起 規定是多少 32.6光年這麼遠 而這麼遠的地方 看到的結果 就叫做什麼 世星等 舉例來說 太陽離我們這麼近對不對 看起來是不是-26.8等 如果我們把它搬到很遠再來看 把太陽移到這麼遠 多遠 32.6光年來看 那就會變成只有4.8等左右 只是一顆五等星左右的暗星而已 意思就是太陽其實發光沒那麼強 那就馬上說絕對星的 那一樣的 你的北極星也可以拉到這裡 天狼星也拉到這裡 拉來比 好 現在回答我問題 看這課本數據回答我 太陽 天狼星 北極星 誰發光最強 北極星 你就要擺在一起看 北極星的數值負多少 4.6 那是所有三個裡面數值最小的 那就代表發光最強 而太陽是4.8等 兩個是差了9等 那它的發光能力比太陽強 就太陽2.5的9次放飛 看到嗎 算法跟剛剛算法一樣 但是它這個比的是光度 好 這個其實客人這樣寫會寫 你要還是把它弄清楚 開招一下 我們離太陽溝裡有很多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就是實際有幾公里嗎 1億5千萬公里不要飛 然後你把我們簡稱為一個天文單位 天文單位聽過嗎 也是距離單位 我們跟太陽平均距離嘛 還有一種方法是用光速去計算 但是它光走過來不用一年 太陽跑到我們這裡光 光速每秒是30萬公里 所以只要500秒 聽錯過嗎 太陽光到我們地球只要8分多鐘 聽過這個吧 8分20秒 所以你可以講太陽離我們500光秒 或8分20秒 這麼遠 用光速來跑的話 但是這個時候還是抽象 就是一個數字嘛 所以我現在做一個模型給你看 開招 老師把大姆跟二姆地張開 大約10公分 然後大姆就是我們地球 二姆地就是離我們最近的恆星 這是誰 太陽 我們把這麼長當作一個天文單位 你知道太陽是離我們地球最近的恆星 但是你知道離太陽最近的恆星叫什麼嗎 有沒有人知道離太陽最近的恆星是哪一刻 我念給你聽 不用背 半人馬做比零星 離我們多遠 離我們4.3光秒 太陽光過來只要500光秒 它過來卻要4.3秒 你可以想像它很高 還是太抽象 我跟你講 如果大姆就是地球 二姆是地勢 太陽 縮成10公分 這麼長的比例 我要把半人馬做比零星找出來 要把它擺在哪裡 基隆 離我們大概27公里 太陽座在這裡 地球在這裡 然後離我們太陽最近的半人馬做比零星在基隆 詩語星這邊沒寫 詩語星這邊沒寫 詩語離我們大概20幾光年 大概在新竹 天堂星離我們8.6光年 大概就是50幾公里 離我們大概50幾公里 大概在桃園 現在請開頭 什麼叫做四星的 就是我們真實看到的 太陽是不是超亮的 負二十幾的 因為它現在距離我們這麼近而已 那如果我們把它翻到標準位置去再看 標準位置就離我們32.6光年 也是相當於現在地底位置來講 但苗栗 離我們很遠 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它 它就不是負二十六點八的 而是只有4.78等左右 大概只有五等星左右 所以太陽的真正發光能力 要把它擺到那邊去想 那把每一個都擺到那裡去看 這時候就控制距離電影 所以像這些星都是一樣 照那個比例去把它放過來 再做比較 所以看誰發光牆 要把距離電影控制這一點請留意 然後最後你要會看這個表格 來 這個表格當中 有給我們太陽 對不對 沒有 有給我們天狼星 之女星 北極星 那問題是 他們這些數字都不一樣嗎 我怎麼知道誰離我們最近 誰離我們最遠 是不是要經過剛才那個公式換算 亮度跟光度成正比 不要啦 算到頭頭 然後它有公式可以算 但是先不要算 我教你解析技巧 你把四星等跟絕對三星等相減 就可以比出來了 你把這兩個相減 越小的代表離我們越近 越大的代表離我們越遠 點不到 好請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齁 你把這兩個相減 世星等 絕對星等 兩個相減 這個得到負多少 幫我減一下 負30.6 負30.6 31.6 好 那這兩個相減多少 負2.9 這兩個相減多少 負0.6 負0.6 這三個都負的齁 這兩個相減 多少 多少 6.6 6.6 好請問你 哪一顆離我們最遠 只有誰是正的 肥極熙 其他這幾個都是負的 誰最小 所以如果考試問你 這四顆誰離我們最近 你就用這招 點出來 越小的就是離我們越細 然後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多遠多近 那有公式可以算 你把公式先抄起來 因為你數學LOGO還不會 先抄 抄在旁邊 高山又會 因為你這學期數學 才會學到LOGO 你先抄起來 小M 就是世心的 大M 就是絕對新的簡單代號 你把小M-大M 會等於5LOGOD-5 L-O-G 然後 點5 抄起來 然後 這邊註明一下 D的單位是秒差距 D的單位不是光聯 D的單位是秒差距 然後LOGO的意思就是 以10為底 算出它的對數 就是它的指數是多少 我唸給你聽 LOGO的10 就是10的 10為底的話 那指數一個多少 才會 10 10的幾次都不是10 1次 1次嘛 所以LOGO的10 結果就是1 就是取那個對數 也就是取那個對應的指數出來 所以如果 D等於10 LOGOD就是1 那 胡乘以1再減5 是不是剛好一樣大 是 講白話我們就是小M跟大M 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們規定嘛 放在10秒差距 30秒差距就是 兩個一樣 4 然後如果減出來是正的 代表比我們遠 超過 我減算是負責就是 比我的性能 那就可以算到 所以我沒有很厲害 我只是把公式 寫成文字而已 要是我習慣 我還是喜歡看公式 你也看出來是最重要的答案 可是你數學還沒學先擦 考試不會用到 因為你能夠學問 考試不會用到 因為你能夠學問 考試不會用到 所以你先擦起來 但是我先教你 不用公式的解碼 我個人都可以擦 能夠不要戴P算 就千萬不要戴 因為你每次戴P算 就是最換算P算 你還會做推理的 而且你才會弄懂 不然就傻乎乎的那邊一直戴公式 來 我們把握一下時間 把這幾題盡可能多做一下 請各位先看這一題 這個題目是觀念題 這是觀念題 這些要做喔 還是看一看比較好 觀念題你們自己做 我待會兒做再計算題 像這個就是計算加觀念 但是不要算 能不算就不要算 千萬不要算 不是計算不重要 是你觀念懂了 有很多題目跟我們不需要算的 你不要傻乎在那邊帶公式來看這裡 題目的定義是 絕對星等式星星離我們 這麼遠的看到亮度 這就是絕對星等的定義 修正到這個標準位置 然後題目要問我們什麼東西 哪一個距離地球大於32.6光年 你要不要真的把這個小M跟大M帶去算算看 不要了啦 來你看一下喔 你先看夾好不好 這兩個 四星等亮度 絕對星等光度 是不是跟距離有關 所以第一個觀念是 要知道距離 要先知道誰 亮度跟光度嗎 所以你透過這兩個就可以推出距離眼鏡 然後各位抬頭一下 把它弄懂比較重要 如果老師的手伸長 這麼長多長 代表32.6光年 我現在就是標準距離喔 所以等於說我們眼睛在這裡的話 然後看著某一顆星 比如說假好了 我看著假 那如果現在我把它擺到離我們32.6光年 容許我快一點寫英文蛋 來一眼 好 如果我把它放在這裡 這一顆星看起來是幾等 就叫做絕對星等 六等 意思就是如果老師把手打直 這麼長的代表32.6光年 這一顆星如果擺在這裡就是六等 這叫絕對星等 但是我們真正看到它的是四星等 請記得 四等 四等比六暗還是亮 所以它應該離我們近一點嗎 沒有 應該近一點吧 所以實際上看起來是比較亮的幾等 四等 所以你就可以推得 這一顆星實際位置不是在這裡 那是擺在那裡 它是六等 實際上看起來是不是四等 所以離我們是 大雲還是小優三十幾等方面 小雲 那如果剛剛好在這裡就會剛好是兩個都六等 然後所以你推理就好了 一樣的道理請看以十一等 如果擺在這邊十一等 但是它實際上是八等 是不是亮一點 所以應該離我們比較細 再來 九等如果看起來是七等 代表它如果擺在這麼遠是九等 但是應該比較亮的七等嘛 所以離我們就小於這段距離 發現了嗎 如果你用減的 這個是-2 這個-3 這個-2 只有丁哥的規則 是不是跟另外三顆不一樣 有人會忘記公式跟定義 但是他用減一吧 因為這單減一號寫 只有它的規則跟人家不同 這兩個比出來 是不是減出來是1 好 你知道意思嗎 再演一次給你看看 如果我們現在把那個丁 放在離果這麼遠 老師的手多長 三則眼右光年 一起配合演一下 它應該是幾等級 二等 那就叫絕對星等二等 但是其實我看起來 它是一個比較暗的還比較亮的 三等級 暗的三等級 所以它實際距離應該是比二等還要遠 才要比二等還要遠 所以就超過了三則五的光年 就是說我們眼睛在這邊 如果看丁擺在離我們這麼遠 應該是二等 但實際上它看起來是 比較暗的三等 那一定是離我們比較遠 這一題要不要公式在一起去算 要不要多個 不用 不用 離比較好 好 我多問幾題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有兩顆星離地球是一樣遠的 有 哪兩顆 夾跟頂的特性是什麼 這兩個相減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b就會一樣了 因為它有兩個差異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兩個減出來剛好是離 就剛好離我們恰恰好 三則頂的光年 正的就超過 它負的就比較近 好 哪一顆以我們最遠 頂嘛 那哪一顆以我們最遠 是1 1 因為減出來是負3最小 所以這一題可以考很多題 那我問你溫度誰高 就看哪一單 顏色 顏色 溫度誰低 也要看顏色 懂齁 了解嗎 所以一張表格可以考很多題 那老師會出哪一題我不知道 還是最好全部都弄懂 好 以上這就是這類型考題 在升學考試經常性的出現 那這個題目要會 這個也一樣 都回去做做看 要計算 要推理 都有齁 問 問 欸 問哪一顆看起來最亮 要找哪一個資料 是星等 代表亮度 問哪一顆光度最大 要看絕對星等 但是都是誰厲害 數字 小的厲害 數字 小的厲害 這一點請留意 再來 哪一顆表面溫度最高 前提要是恒星 是不是看顏色 這最高溫 藍色最高溫 那如果問到距離怎麼辦 距離就要比哪兩個 這兩個比一比 距離就把這兩個相減去比比看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懶惰推理 你就用絕招好了 我不介意啦齁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自己會推理 換題目都可以解答 好 這推理我們最遠就可以推理出來了 那這題就用亮度平方反比推理一下 這需要時間計算嗎 回去算算看 好 這種題目都算是基本的考題 這也是一樣 給你三個資料 教你去解讀這堆題目 方法跟剛剛講的完全一樣 只是數據改了齁 可以嗎 好 好 那這一題回去想一下 這一題得回去想一下 因為我們只剩7分鐘 所以這題回去自己想一想 試試看 它就是一個公式 我把公式列給你看 它是表面積跟溫度都會影響光度 所以你要先把光度列出來 L 會跟表面積成正比 然後也跟溫度四次方成正比 這就是公式了 然後表面積跟半徑平方成正比 這個題目最後要問半徑嗎 所以你要能夠列出這個式子 好 光度跟半徑平方成正比 也跟溫度四次方成正比 公式在題目上寫了 只是把它寫成式子而已 所以如果你假設答案是x 那你就要得出這個r 對不對 喂 是要得出這個r 所以x的平方 乘以溫度的四次方 會連力以後會得到跟光度的倍數 是有這樣的關係 同學 這題目裡面有沒有溫度給我們 沒有 有啦 溫度在這裡 一萬K跟六千K 是不是要帶進來 欸 有沒有給我們光度 你要求x 是不是要知道t跟l 那l要從哪裡看 從絕對星等 我們最喜歡這種數字了 一個零等 一個幾等 五等 槍叉幾等 五等 所以l就是幾倍 100倍 那t是幾倍 帶進去 一個一萬 一個多少 六千 所以你要解出來 100 藍色筆的 等於答案的平方 乘以這個的四次方 把x解出來答案就出來了 不會寫的天地的事回去想想看 欸 不要這樣把它盛開齁 能約的是不是要先約分 像那個就把他變成3分之5 是不是好算多了 還有還有不要四次方累死了 是不是通通可以開根號 我們也不做負根嘛 我們都只做正的對不對 開根號是好做 所以你如果心算還可以的 一看就知道 10等於x乘以3分之5的平方 對吧 所以x就等於10乘以25分之9 那答案就出來大概3.6左右 如果心算不可以就慢慢做 反正一定做得出來 可以嗎 那有人用湊的 用答案去湊都不可以 可以 因為答案本身如果你x帶進去 所以要穩合這個式子 可以吧 因為就單全題嘛 你可以把一個一個帶進去 看哪一個最接近 答案就是他了 懂意思嗎 但是前提是你要列出式子 這有點難度 回去列列看 好 這個題目比較有難度喔 請留意 好那我們關於這些觀念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